宜蘭南區福人社所發起的宜蘭福佑行動圖書館計畫 將行動圖書的同書分裝成300個書袋 化身為300個行動圖書館 讓幼兒帶回家來共讀 並在每個月進行交換 以加成效果來提升閱讀風氣 我們這個總共3000本的書 要裝365代的書袋送到小坡那邊 這個每一本書都是我們現場南區社的寶券 還有我們這些朋友 子宮朋友們 一本一本慢慢的裝成書袋 才有我們後面對在後面這一袋書袋的完成 他們真的很辛苦 幼兒圖書袋是一個將自己家裡各個家庭 當成是一個微行動的一個圖書館 所以小朋友之間呢 他可以將這樣子一袋一袋的這個圖書袋 可以互相來做一個交流 那非常感謝我們這個福倫社的這些社友們 共襄盛舉一共捐贈了106萬 每個書袋內的童書都有故事體和說明文 讓共讀的內容更加平均 藉此來強化幼兒對閱讀的喜愛和視野 所以我們希望從小的孩子我們能夠跟吃的一樣要營養均衡 所以在我們的福倫行動圖書館裡面我們都有把故事體跟說明文都把它包含在內 也就希望我們的孩子從小他能夠閱讀得非常的穩當 然後也透過親子共讀來強化他對閱讀的喜愛跟閱讀的一個視野 縣長林之妙感謝參與這項計畫的各單位 並且表示每一個孩子都應該是國家的寶 縣政府會不斷尋求資源來幫助弱勢的孩童 讓每個孩子都有良好的起跑點 共有三百代 那每個月就會互相的交換 然後讓小朋友都能夠閱讀到非常棒的書籍 從小就養成了非常好 所以我們宜蘭縣政府除了感謝再感謝 感謝福倫社在市農工商的發展 他們的付出奉獻 讓社會更和諧更溫馨 那今天的這個捐獸能夠讓我們的血統得志體群美 那是一個非常好的社會溫馨和諧 那非常感謝福倫社 藝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